财务是很紧张吗 就比较手头 没有多少钱 也不敢买点什么东西之类的 到什么程度啊 可能就说 仅仅够吃饭吧 这种交际你敢交际吗 但是创业公司是不提倡交际的 也不会交际 敢吗 他在交际那方面 是比我反正是在行的 他经常会去请他的一些客户吃饭的 但有一件事我特别忍不了 他就当时就是私自偷拿我的卡 那次不是叫私自偷拿你的卡好不好 那次是因为 我临时约我一个投资商吃饭 然后就是说 我卡里没有多少钱了嘛 然后我总不能放人家鸽子吧 然后我就临时拿了他的卡出去了 因为时间太紧急 就没来得及告诉他 但是我是觉得 他在没有提前跟我打招呼的情况下 他就拿走别人的东西去用 那不叫偷叫什么呢 他就宁愿对他的客户好一点 也不愿尊重我一下 跟我解释一下 当时我收到那个客户款的短信 我真是急死了 我觉得 因为我认为我的卡是被倒刷的 那你当时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不是告诉你卡是我拿的吗 对 你跟我说 你就说了两秒钟 你就挂电话了 后面还关机 那是因为我当时在跟客户谈事情啊 我总不可能说 把客户晾在一边 然后在电话里慢慢给你解释这件事